好多小朋友已經到這邊了耶 對啊 因為他們帶到菜園 準備來採菜囉 那我們撿這個 抓著小黃瓜 抓著小黃瓜 1 2 3 哇 成功了 智慧廚房啊 其實是我們這個裡面的 廚房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啊 可以幫助我們 對廚房內部的一個環境 做一個感知 可以做即時的影像的了解 歡迎收看 秋頭不一樣 大家好 我是朵拉 各位 相信你們一定都是 三餐老是在外的外食族吧 你平常吃進嘴裡的食物 你知道食物來源是什麼嗎 你尊都可以安心的 把這些食物吃下去嗎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桃園的平鎮區 這裡呢 它是桃園市政府 今年呢 把平鎮區的 鹽坪路的日式宿舍 改建成了 這裡就是以食農教育的出發 然後讓民眾呢 可以在這邊吃到好吃的輕食 然後體驗有機農作 跟在地文化 登登 這邊呢就是食農故事館的美食BAR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厲害呢 這邊的食物呢 都是由有機食材製作成的喔 近年來大家其實對於食安的議題呢 都非常非常的關注嘛 那個食農教育其實就是著重在於 我們點餐啊 不管是叫外送或是在外面吃飯 都不是你點下去花了錢之後 食物直接變出來的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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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要藉由觀察跟品嘗 來重新跟食物做連結 我們要來更了解 我們吃的每一個食物 今天 我們不在這裡吃飯 這裡留給大家去探索 我們今天要到桃園的國小 現在桃園的國小很厲害喔 可以體驗農作 也可以吃到令人安心的營養午餐 準備好了嗎 我們一起出發 是的 我們現在要來到了 桃園的平心國小 要來體驗農園了 歡迎校長 校長好 妳好 校長我想先請問一下 你們是當初是怎麼開始這個 就是讓小朋友體驗農園的計畫 桃園一直在推動 食戰安心食農教育 讓每個學校都可以 透過農園的體驗來認識大自然 那主要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是小朋友直接就進到農田裡面嗎 不是喔 第一個要建置菜園 其實小朋友是從種植菜苗 澆花 澆水 拔拔小草 抓菜蟲 最重要他去觀察 不要以為這麼簡單 因為在種植的過程中 可能他忙了老半天都會發現 菜都被蟲吃光光 被鳥吃光光 原來農人種菜也是這麼辛苦 就會更珍惜食物 感恩惜福的心 很重要 那今天要麻煩校長也帶我體驗一下 好 請幫我當成小朋友 一定的 鬧出 好多小朋友已經到這邊了 對 因為他們來到菜園 準備來採菜了 我也可以體驗嗎 可以 我們一起來吧 小朋友你們好 嗨 大家好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 要做什麼 哪裡 紙給我看 紙給我看 這裡 還有這一個 這是你們自己種的嗎 對啊 那你們平常怎麼照顧這些小黃瓜 我們都有澆水 沒有澆水 那有沒有人有抓蟲蟲的 沒有 教我怎麼剪小黃瓜 沒有 那我們剪這個 抓著小黃瓜 抓著小黃瓜 1 2 3 哇 哇 成功了 耶 我剛剛真的看小朋友都已經對怎麼照顧怎麼採收非常非常熟心 是啊 校長還是想要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朋友體驗農園這件事 是想要讓他們學習到什麼呢 其實這整個過程中 讓他們從 產地到餐桌 從泥土到嘴唇 讓他們能夠體驗到說 其實農人做這個真的很辛苦 我們希望也讓孩子 從這個過程中去 親近大自然 而且喜愛大自然 進而我們能夠保護這個大自然 對 而且也是用一種 很環境友善的方式 來照顧我們這些所有的蔬菜 是… 是… 現在我們來到了 桃園盧竹的大竹國小 聽說這裡有全市首座的 智慧廚房喔 那智慧廚房呢 聽說就是可以 確保學生的食品安全 為食品安全把關 但是智慧廚房是怎麼樣的呢 智慧廚房又是要怎麼運作呢 我們請到了 大竹國小的黃主任 為我們解說 主任好 好 Bora妳好 華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智慧廚房好不好 智慧廚房啊 其實是 我們這個裡面的 食品的安全喔 對 所以我要請Dora 幫我戴一下頭套 好 然後呢 口罩也要戴好 OK 來大家 我們著裝一下 準備進入 來著裝繼續 著裝完備 接下來就麻煩妳幫我們介紹一下了 好 來我們這邊看一下 我們桃園市的政策啊 小朋友吃營養午餐是免費的 喔 真的 對 而且除了免費之外啊 還提供 3張1Q的一個高品質的食材 來確保學生都吃到最好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午餐 這個是我們的香魚 喔 香魚 那這個 雙花草豆包的部分呢 對 包括兩種花椰菜 對 然後這裡有黑木耳 紅蘿蔔絲 那另外這個是豆包絲 哇 那等一下我們師傅就會把它 烹煮好 再來送到小朋友的餐桌上 營養很均衡耶 有肉 然後你看它其實菜有很多種顏色 五種顏色都有了 對 非常漂亮 然後我們來看師傅來煮一下好嗎 烹煮主要是用蒸氣回轉鍋 它的一個熱量來源就是 從這個蒸氣管裡面進來這樣子 喔 讓鍋子加熱 這樣的話對於這個大量食材的烹煮的話 是很快速 哇 還有一個配合是專門拿來看這裡面的嗎 我們這個剛才有跟Dora你介紹一下 這個蒸氣的旋轉鍋 它主要的能量來源是我們的水蒸氣 所以呢 我們在系統裡面啊 水溫非常重要 這個是現在即時的 現在擠湖真的起來 哇 讓它看到溫度 這是它會跳動的齁 鍋爐旁邊有要燒柴油嘛 所以柴油的現在剩多少 也要做一個監測 而且這邊它有寫溫度跟濕度耶 就是整個廚房的溫度濕度 對對對 這也要控制 是內部的 我們如果要做到食安的話 內部的溫濕度很重要 保持乾爽的話 食安才能夠做得好 不會有病霉紋這樣子 像我們這邊還有瓦斯的一個感應 它跟消防設備做一個聯動 如果發生事情 它可以主動的遮斷 然後主動的通知我們 我們的群組裡面五六個人都會收到通知 就可以立刻來廚房做應變 那另外呢 我們環境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 有監視器 做一個即時的掌控 學校的管理人員 直接就可以遠端看 立刻了解它的狀況 可以即時看一下 如果素質有什麼異樣 你就可以直接看監視器 對對對 我們的各項素質也都會即時記錄 那有特別的狀況 它就會發通知給我 以前可能都要排人力用巡的 我記得以前的老師啊什麼的 真的有廚房的那種 它就是要人工進來打勾 是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庫房好不好 好的 現在來到了庫房 但其實庫房很乾淨耶 我以為進來就可能會看到很多 比如冰蔬菜啊在這裡這樣 其實在學校裡面 廚房的烹飪啊 沒有任何的生鮮食品 會保存在學校裡面 生鮮食品一早送來 包括肉啊蔬菜啊 這些東西 但送多少來就要煮多少 當天就要用掉 對全部用掉 不可以說還在冰冰箱啊什麼都不行 所以我們的庫房是 只有保存一些乾料 我們庫房啊其實 它還是必須要保持一個 合理的一個環境 對 所以我們的智慧塗房系統裡面 也有把它控制在 如果超過28度的話 對 我們的冷氣會打開 像我們的廚師機也是 它如果濕度超過70%的話 對 它也會自動做一個啟動 這樣才能確保我們裡面的乾料 是有一個良好的一個儲存環境這樣子 主長我想問 因為這跟我小時候的回憶差很多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現在這種智慧廚房的方式 跟你們以往傳統的 就是中央廚房的管理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應該說我們建制以來 我們發現說 我們對於環境的一個掌握 更及時更到位 以前我們都不知道說 廚房的溫濕度狀況 對 我們以前也不知道說 目前的水溫是多少 對 有時候都要靠經驗去處理 對 可是喔 譬如說我們食品一定要煮熟 對 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用科技的方式 用數據的方式 對 讓它做得更有成效 更精準一點 對 這樣子我們食安就可以做得更到位 符合我們市政府的一個政策 喔那真的很厲害耶 就是真的看到 智慧廚房跟 傳統的維持環境啊 或是原物料的方式都很不一樣 我相信大家整個這樣子看過來會覺得 喔更安心 那小朋友吃到的東西一定都是非常安全的 而且很香 你會覺得它營養均衡這樣子 很香對不對 嗯 所以表示現在什麼時候了 午餐時間 對 我們的廚房工作人員喔 也差不多都煮好了 嗨 他們現在正準備把這個 一桶一桶的餐 推到各個班級去 Dora你要不要跟我們的小朋友 一起用餐 要 要齁 超級想法而已 那我們立刻的前往 好的 走 看完這一集 是不是大家都覺得 在桃園獨小學真的很幸福呢 不但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 而且呢 在食品跟衛生安全部分 都有學校幫你把關 我真的想要每天週五 都來跟這群小朋友一起吃飯 那麼今天呢 看了小朋友體驗了農園 然後呢 我們也是看了智慧廚房 大家對於食品安全的部分 是不是覺得更安心了呢 那麼我現在要跟大家一起吃午餐囉 秋桃不一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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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